我们这讲主要就是讲解下 关于缩口优化当中的一个慢查询 首先我们了解什么是慢查询 慢查询它指的是 MySocker记录下查询超过指定时间的这个语句 我们将超过指定时间的这个缩口语句 这样的一种查询来称之为慢查询 那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MySocker当中 那么它的一个超过的一个指定时间指的是什么 比如我们这里面我们可以消var 或是like 然后这里面我们就是百分号 这里面有一个long query time 这个long query time就是我们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时间 那如果说一旦超过我们这里面这个10秒钟 那么在那个查询呢就称之为是一个慢查询 这个就类似于我们在高速度上 认为你超速的话 它会有一个设定的一个最高速度 如果你超过这个最高速度 那么它就会认为你是超速的 同样的这里面 如果一旦我们的一个缩口语句的一个执行时间 是超过这里面所设定的这个10秒当中 那么这个查询呢 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个慢查询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我们在使用socker的时候 那我们常见的一些设置 比如第一个是uptime 这个uptime呢 主要就是来查看一下我们关于 我们的一个mysocker服务器的一个运行时间 这里面主要就是一个uptime 这个 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common select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 这一个呢主要就是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这个uptime 这个uptime就是696 它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的一个秒数 这里面就是我们这个mysocker服务器 它的一个启动时间uptime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shellstyles like 这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连接数或者说我们的一个查询语句 这里面的查询的话就是common select 这里面都会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查询语句的只有一条 也就是在我们当前启动mysocker服务器之后 那么有一条这样的一个slack的语句 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当前的这个连接数 shellstyles like 那个形式 这一个命令呢它主要就是来 获取我们当前这个连接数 现在这个当前的连接数是两个连接数 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关于我们的查询下我们的一个 慢查询它的一个设置时间 那么它是一个十秒当中 那实际上我是可以去更改我这个慢查询的这个时间的 那么要更改的话 我可以给它 global query 这里面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叫 long query time 这个long query time 从5点一开始 它可以设置毫秒级别的 以前我们只能设置秒 那么现在你可以给它设置成一秒 设置之后 然后我们再查询一下 我们就是看一下我们这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时间 现在是 我们再重新再设置一下 你再重新把它 再把它的一个设置时间给它改成一秒 我们再查询一下 现在我们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时间现在给它记录了一秒 如果说超过一秒的话 那么这一个慢查询 它就应该记录到我们日当中 这是我们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如何启动我们这个慢查询 那么启动这个慢查询的话 它首先是要求我们 安全的模式去启动这一个socker服务 那我们现在去把这个mysocker服务先给它关掉 这里面我们关掉的身份 mysocker 这里面我们已经停止了我们的一个mysocker的一个服务 那么停止之后 我们现在要启动慢查询 那么启动慢查询的话 它就会要求我们在这里面 以安全模式启动mysocker服务 这里面阐述一下什么是安全模式 那么我们mysocker的一种启动的话 它实际上是分为两种启动 一种是安全模式 另外一种是非安全模式 所谓的安全模式的话 它就会把你mysocker的一些执行的一些东西 给你写入到日子当中 那么写入到日子当中 如果你的这个数据库崩溃了 或者说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些日子去恢复 相应的一些数据以及相应的一些操作 这种来称之为安全模式 那么非安全模式的话 也就是我们socker启动之后 那么它的一个执行操作 它实际上是不显入到日子当中的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和被安全模式的一个区别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安全模式里面来 进入到这个安全模式里面来的话 前提条件是你配置了我们mysocker的一个 并的一个环境变量 那么配置这个环境变量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面去执行mysocker d.exe 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杠杠safemodel 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 它会让你以安全的模式启动 并且呢我们开启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所谓的开启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就是 如果一旦有socker语句 它的一个执行的话 超过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设置时间的话 那么它会把这个socker语句记录到我们的一个日子当中 我们先给它启动一下 好这里面已经mysocker的一个服务已经启动了 启动之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慢查询 它既然有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那么这个日子记录应该记录在什么地方 那么要查看它的一个日子记录地方 我们先打开我们的一个mysocker的一个安装目录 那么这个安装目录呢 我是这个mysocker安装目录呢 我是安装在这个目录下面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my.i这样的配置文件 我们先打开这个配置文件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配置文件里面有一个叫data.drl这样的一个配置 这个配置它就会告诉你我们的一个通常的一些文件的话 也就是我们的一些日子文件 它是记录在这个目录下面 我们可以把这个目录拷贝下 然后我们放在我们这里面 我们再去找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slow down log 这里面这一个slow down log的话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日子记录 我们先可以 这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个线卡打开 我们开启一个 只要我们这里面我们compress 在compress里面 我们有张表 我做了一个测试 这张表里面大概是就是这个amplice表 我用的是一个存储过程 这个存储过程里面就是我们是用了一个while的一个循环 像这个表里面可能插入了大概有100万条数据吧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查询一下 比如说我们查询 select 这里面select的话 我就直接就是 干脆我在这里面用客户端打开 如果用我们的一个mysocket的一个dos打开的话 那么它会显示的非常慢 那这里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客户端 第三方的一个客户端连接工具 我们先打开 我们去找这个查询 打开这个数据 打开这个数据 然后我们新建个查询 那么在这个新建查询当中 那我现在就写上select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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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因为数据量比较大 所以它的一个执行时间是稍微要长一点 它现在是耗时4.52秒 然后我们再打开我们看一下这里面 我们再把这个打开 我们再把这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打开 它现在是没有数据的 是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慢查询 它的一个时间是 比如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那个慢查询的一个时间给它稍微改一下 比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慢查询它的一个时间 我们把这个代码 我们把这个代码 我们放在这里面去执行一下 或者放在我们第三方的一个执行工具里面 我们set lun query tum 等于 一秒钟 然后再执行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改变了它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时间 那么这个慢查询时间现在就变成一秒 只要是超过一秒的这段的一个收费语句的话 那么它都会记录到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当中 现在都已经提示你是不是要重新打开 我们看一下打开 这里面现在都已经显示了我们刚才所执行这条收费语 已经出现在我们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当中来了 这个慢查询这个日子记录都是我们刚才的 那么它会告诉你到底是哪条语句 就是我们刚才执行的这个slag的新浮浪 让我们再做一个测试 比如我们现在 我们再执行一次 比如说我们再做select cant 新from empress 我们把这个显示 我们再执行一下 这个是0.00秒 它实际上是没有感 因为它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或者说我们做一个select 新浮浪 我们再来加一个 where enp number 比如说是大于 五六七八九 大于这样的一个 值的话 我们给它查询一下 这里面 因为这个时间刚才已经显示出 它这个时间是1.888秒 那么1.888秒 它也是超过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 一个时间的 而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 从这里面 它也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日子记录已经被记录了 而这里面就是我们刚才执行的第二条 第二条就是我们select 新浮浪 empress where 音频number 大于六七八八八 这样的一个查询 它也会出现了 当然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select 那么你有可能是insert update delete 这一操作 只要它的时间超过我们慢查询 所设置的这个时间的话 它也会出现在我们这个查询日子记录当中 而这里面是关于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那我们后期我们比如我们在测试数据的时候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我们看一下 哪些收购语句的一个执行是比较耗时的 通常情况下的话 我们慢查询的一个设置时间大概是在5秒到10秒当中 那么我们在下讲当中 我们会通过我们的一个配置去启动我们的一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记录 而总结下我们这讲小节 我们这讲的话主要就是讲解了 如何去定位我们的一个慢查询 那么定位我们慢查询的话 我们就要首先去了解一下 关于我们数据库的一些状态的一些查看 那么这几个状态指的这个查看 第二个就是我们需要去设定一下我们慢查询的一个时间 这个慢查询时间是多少 那我们应该给它设置出来 那第三个我们应该是以安全模式这种方式 是去启动我们的一个MySQL服务 启动之后 那么这里面这个MySQL 它会记录到我们的一个慢查询日子当中 那我们可以通过查看我们这个慢查询的一个日子去了解 哪些说过语句实际上是已经超过了我们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慢查询时间 那我们再进行一个优化 这就是我们在讲所讲的主要内容